哈喽大家好 我是常烈 中国威胁论老铁们应该都不陌生 这不上个月美国女议员还说 中国有长达2000年的摧毁美国的计划 这类的污蔑 那咱们中国到底会不会威胁这个世界呢 毛主席说 感觉到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才更深刻的感觉它 面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光让人们感觉中国没有侵略性还不够 还需要让他们理解 为什么中国没有侵略性 而这就需要从文明的冲突角度看问题 中国没有侵略性 不仅是千年的历史和传统 而且是中华文明决定的民族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文明 传统的农耕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有 一 靠向自然索取生存 利用自然 改变自然 征服自然 二 靠劳动创造财富生存 通过劳动 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生存必须 三 闭环操作可以只与自然大交道 专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可以形成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可以即使不与其他文明的交集 也能生存 四 以生为刚 农耕文明本质上追求的是培育生命 繁衍生命 生生不息 五 本性和平 谋生存的全过程都可以不需要杀戮 不需要抢劫 不需要破坏 不需要侵犯他人 只需要守土劳作 做好自己的劳动建设和创造 六 需要注重全过程 注重长远 注重因果 狩猎和海盗文明都是抢现成的 只需要关注眼前的猎物 不需要关注猎物产生的全过程 农耕则需要从头到尾关注全过程 每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会影响结果 不仅需要关注眼前 而且需要关注今后 不仅需要关注一次收获 而且需要关注持续收获 还需要关注影响收成的因果关系 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教训 农耕文明具有草食动物的特征 可以称之为草食动物文明 种草的 吃草的 草食动物的文明 这里没有贬义 草食动物文明的经典语言 你活 让别人也活 求同存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有些文明 与农耕文明截然相反 不是靠劳动创造财富 获得生存必需 而靠杀戮和抢劫获得生存必需 如游猎文明和海盗文明 自然界里靠吃其他动物 尤其是食草动物才能生存的动物 食肉食动物 社会中靠杀戮和抢劫其他文明 尤其是草食动物文明 才能延续的文明 可以称之为肉食动物文明 肉食动物文明的经典语言 物净天则 丛林法则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圣者为王 你死我活 有些文明算不上草食动物文明 但也算不上肉食动物文明 如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 这些文明离不开 与草食动物文明发生交集 互通有无 共存共荣 作为唯一延续五千年 没有被毁灭的古文明 中华文明把农耕文明的一切亮点都发挥到了极致 形成自己无与伦比的特色精华 一 以农为天 对中华文明而言 农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 而是高于一切的生存之本 甚至是生命之源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而中华文明的食来自于农 靠农把无生命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维系生命的生存必须 以此为基础 才有了其他各行各业运作的舞台 中国历史几千年 除了当代公知之外 从没有见过哪朝哪代的智库决策者敢于公然主张不保护农业 甚至牺牲农业 相反 历朝历代 无一例外 以农为天 被认为有损农业的行业 往往会遭到制约甚至打击 如重农一伤 最极端的例子 是秦朝的耕战国策 名为耕战 实际是以耕为尊 战是为了保护耕 否则有战即可 何必化蛇天足 加个耕字 这等于是罢处百家 不尊农耕 历史上 即使有牧民族如元和清 入入中原之后 也入乡随俗 认同了农耕文明 而只要认同农耕文明 就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 认同了以农为天 元朝没有完全被同化 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就被打跑了 以农为天 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人生哲理 农耕文明 命脉在农 农的本质是把无生命的自然资源 转变为生存必须 用和平劳动创造生存 务农即谋生 废农即自杀 这或许能理解 为什么别人爱种花 唯独中国人爱种菜 有条件种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种 阳台 花盆 沙漠 岩简地 高原 中国医生在南极种菜 甚至种到了宇宙空间 太空育种 从月球拿回来土壤 很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也是 能拿来种菜吗 听到不能 反应往往是 那有什么用 这一切足以证明 中华文明把无生命的自然资源 转变为生存必须 用和平创造生存的哲理 已经渗透了中国人的骨髓 变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和爱好 这种哲理深入骨髓的后果 只能是中国人爱好和平 以生为刚的天性 二 不怕艰险 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 敢于向自然抗争 改变命运 求生存 农耕的本质 是靠向自然不断索取谋生 在这方面 中国人从不怕艰难 从不吝惜汗水和勇气 从来是吃苦耐劳 不屈不挠 敢于向自然抗争 改变命运 这是中华文明中 最规律的亮点之一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 神万能 世界是上帝造的 火是普罗米修斯 从上天偷来的 遇到末日洪水 只有一部分人 能靠神受益制造的诺亚方舟救命 太阳神是绝对的权威 在神面前 人毫无作为 只能乖乖听神安排 而中国的古老神话传说 却充满了两个字 抗争 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 而是战天斗地 靠自己 与神抗争 与自然 灾难 环境抗争 比如 与宇宙抗争 盘古开天地 与天塌抗争 女娲补天 与地球抗争 嫦娥奔月 与洪水抗争 大雨治水 与高山抗争 鱼公一山 与大海抗争 警卫天海 与太阳抗争 夸腹追日 后一摄日 与天地抗争 大闹天宫 与王母抗争 牛郎之女 雀桥相会 这种与自然抗争的浪漫 不仅古代中国有 现代中国也有 比如 耳尽 我为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德 以天抽宝剑 把辱结为三结 一结一欧 一结赠美 一结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 同此两热 红雨随心 翻作浪 青山着翼 化为桥 天连武岭 银除落 地洞三河 铁碧摇 借问温君 愈何往 只传明竹 照天烧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桌边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学大寨 赶大寨 要把山山水水 重安排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贺令三山五月开道 我来了 这种与自然抗争的精神体现在现实世界中 就是中国古往今来各种举世文明的人间奇迹 比如长城 石道 灵渠 镇国渠 都江燕 大运河 地上河的黄河大地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山区 开梯田 龙门石窟 敦煌地化 华北地道 上甘岭坑道 宝城铁路 英夏铁路 成坤铁路 青藏公路 新藏公路 喀拉昆仑公路 青藏铁路 川藏铁路 一桥飞驾南北 天嵌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红旗渠 挂壁公路 大寨田 围海造田 滩图利用 三线建设 华北地下万里长城 沙漠在消失 高铁网 高速公路网 跨海大桥 海商牧场 南海造岛 基建狂魔 鲁迅说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三 善于摸索 精于实践 妙用规律 布局一格 灵活激动 创造性应用 巧夺天工 与自然抗争 光有主观热情不行 五千年 与严酷自然 抗争的农耕文明 不仅逼出了中国人 敢于抗争 敢于实践的 苦干实干的传统 而且 练就了中国人 善于摸索 不断总结 因地质疑 因失利导 创造性 灵活运用客观规律的 精明强干 有五千年 不间断的 实践的一脉相承 即使智商平平的 也早恋成精了 何况中国人 天资聪明 经过几千年 代代传承的 实践磨练 创造性 活学活用 客观规律的本能 早就融入 中华文明的基因 传统的 农耕时代科技条件之下 人们能够认识到的 客观规律 无不被中国人 玩得风生水起 造就传统农耕时代 中国人的农耕水平 举世无双 在古代中国的人间奇异中 不乏这种 充满智慧和匠心 巧用客观规律 超常发挥的例子 比如 渡江燕 巧妙利用各种资源 建成了两千多年 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不需要重大改变 五千年 与自然抗争的农耕实践 造就的中华文明 善于灵活运用 客观规律的基因 在当今其他领域 也照样能发扬 广大 客观规律 只要被中国人吃透 总能玩得 出神入化 比谁都溜 比如 德国伯克枪 连续设计 枪口上跳 失准的老毛病 中国人一招 横甩扫射 就解决了 苏联萨摩尔导弹 对付不了的U2预警装置 中国地空导弹兵一招 尽快战防 就克制了 神炮手赵章成 把迫击炮射击技术 变成了艺术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 中国士兵玩出了 大炮上树 外国的先进玩上 中国人往往 看一眼就怀孕 听一声就愈肿 甚至别人吹过的牛 我们也能把它变成现实 四 认同大一统 从大雨之水开始 中国人就深切的认识到 农耕文明的中国 离不开大一统 要靠农耕生存 就得确保不生水患 中华民族发育之地 黄河流域 最大水患 那就是黄河呗 要根治黄河 就得从上游到下游 统筹规划 全盘治理 要统筹规划 全盘治理 就离不开 大一统的权力体系 草食动物不可避免 要面对肉食动物的侵袭 草食动物文明 不可避免 要面对肉食动物文明的侵犯 在依靠人力处理 为能源的时代 让整天专门农耕的群体 跟整天专门打打杀杀的群体 同数量对决 显然不公平 漫长历史中 无数次惨痛教训 反复证明 农耕民族 只有建立足够大的 大一统政权 才有可能组织起 足够的专门武装力量 抵御 侵略 保护自己 中华文明对国家大一统的认同 不是哪个个人或哪个群体的一厢情愿 而是中国农耕文明存在和延续的必然结果 五 尊重劳动 既然农耕文明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向自然索取生存必须 那么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存必须的劳动 在这个文明体系中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存在决定意识 这样的存在决定中华文明中对劳动的尊重 更确切的说 对被认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存必须的劳动的尊重 尽管过去官方规定社会地位的顺序是 是农 工 商 但实际上是在民间的口碑却并不怎么搞 经常出现的评价是 刺体不勤 五股不分 肩不能挑断 手不能提拦 酸文人 百无以用事书生 仗义美当屠狗背 负心多事 读书人 民间肯定一个人 总是说勤劳本分 踏实肯干 吃苦耐劳 否定一个人总是说 不劳而获 不务正业 不安本分 这里的本分 劳和正业 通常都是指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存必须的劳动 或与此相关的行业 这一切都是中华文明尊重劳动的潜意识 发挥作用的结果 六 尊重生命 农耕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靠增值生命 而不是靠剥夺生命来获得生存必须 这就决定尊重生命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核心内涵 民间从不以杀戮抢劫为荣 从来肯定与赞美一切与生和生命相关的东西 人定兴旺 多子多福 修养生息 生生不喜 万物繁衍 把生命看得极其重 人命观天 七 宽厚包容 和而不同 草食动物能够不分种类 习惯和睦相处 大象 兔子 牛马 猪羊 虽然千差万别 但谁也不会吃谁 能够彼此相安无事 自然就能相互包容 而肉食动物就不能 非我族类 皆为猎物 饿极了 连同类都吃 当然谈不上什么包容 农耕文明也是这个道理 不需要靠杀戮抢劫而生存 因此 其他不需要靠杀戮抢劫而生存的文明 有和平共处的前提 农耕文明的中华文明更是如此 既然自己的生存之道 在于向自然索取 而不是杀戮抢劫 那其他文明只要不伤害自己 不妨碍破坏自己 靠农耕谋生的生存之道 就没有必要与之敌对 不靠杀戮为生 就可以共存 以农耕为生 就有共同的目标 向自然索取 有共同的目标 就会面对共同的问题 就会有共同的需要 就会找到共同的语言 就可以不管是什么民族 什么血统 什么语言风俗习惯 都能宽厚包容 和而不同 最终同化成 不以血统种族 而以文化文明 为共同纽带的中华民族 肉食动物文明的西方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特别强调血统 种族 人种之类 中国历史上 只有民族融合 文化宽容 兼收并序 没有种族灭绝 和宗教战争 尽管有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 但那是官方的政治政策 民间一直是多审论 和尚道士 可以结伴而游 老子如来 可以同受崇拜 佛祖上帝阿拉 可以为邻而居 相安无事 宗教意识 极其顽强的犹太人 历史上 在中国 能够被汉文明统化 以至于自己都忘了 自己是犹太人 中华文明推崇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只要自己的生存 不受破坏就够了 没有兴趣 干涉别人 怎么看世界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 中华文明的宽厚 包容 何而不同 而肉食动文明的西方 历史上 从来不乏 种族灭绝 和宗教战争 那杀人 不当回事 八 没有侵略性 农耕文明 靠向自然索取 而生存 这一根本性质决定 不需要靠杀戮抢劫而生存 中华文明不怕艰险 吃苦耐劳 勇于向自然抗争 改变命运 求生存 善于摸索 精于实践 妙用规律等特征 使农耕文明时代 中国人向自然索取 创造财富的能力 举世无双 不管如何艰难困苦 只要能生存下去 只要有和平的环境 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 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 历史上 中国多次大灾大难 人口大灭杀 社会大破坏 但中国总能很快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再造辉煌 重犯世界第一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日本侵略 把中国拨了个金光 共产党带领人民打下的新中国 带来和平后 仅仅几十年 中国老百姓就把满目创意 一贫如洗的国家 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速度之快 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繁荣昌盛 没有一次是靠对外侵略掠夺而获得的 全部都是靠自己和平建设获得的 既然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如此之强 既然在家劳动就能安全可靠 稳定充沛的获得财富 既然农耕时代的中国几千年都是世界第一富 外国能造的 中国都能造 而外国造的那些东西 中国还看不上 外国不能造的 中国也能造 中国缺少什么 完全可以用自己独创的东西搅换 哪里用得着冒险到遥远贫瘠危险的地方 去为靠不住又没有水的东西品名 这样的历史存在 加上中华文明对生命的尊重 决定了历史上中国对用兵历来的基本态度 第一 不耗战 兵者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国虽大 耗战必亡 天下虽安 望战必危 只割为武 兵者 国之大事 此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孕而至战 第二 只有自卫防御的积极性 没有对外侵略的积极性 非威不战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至寝灵 岂在多杀伤 得其帝不足以供给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历史上 中国持续最久 耗费最大的军事设施是长城 而长城是纯防御性的 正和下西洋的船队实力 当时举世无双 对当时任何人都具有碾压性的优势 要想占领殖民地 掠夺财物 亦如反掌 但正和七下其洋 没有占领别人一寸领土 没有掠夺别人一分财物 再没有比这 更能证明中国没有侵略性了 市局立敌史 不侵略别人 不能证明不想侵略 具有压道性优势时 仍不侵略别人 才能证明确实不想侵略 这是草食动物文明才有的特征 犯强悍者虽远必诸 这句话听着很霸气 但前提是犯强悍 你犯我在先 才有我的虽远必诸 不折不扣的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仍然是自卫性的 中国历史上 即使某个统治者想搞对外侵略 也一定不得民心 说中华文明没有侵略性 不是信口开河 而是确切无疑 说中国有侵略性 就如同说牛有食肉性 一样荒谬 历史上 中国只擅长童话 而不是侵略 老铁们 虽然中华文明有很多优秀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 传统文明也具备了农耕文明的一些短板 封闭散漫 阴寻守旧 随遇而安 一盘散伤 草食动物 谁也不吃谁 但也可以谁也不靠谁 很难有组织性 纪律性 而肉食动物 在捕食草食动物 这一点上 利益一致 相互配合 有组织 符合生存需要 这些短板的消极作用 在古老的农耕文明时代 尚不明显 但到了面临需要向现代工业文明 转型的时代 就非常关键了 中国在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 太成功了 以至于人们以为 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天不变 道义不变 面临新工业革命时代 看不到变革的必要 草食动物文明 没有侵略性 但也容易怯懦 缺乏血性 自从阎武修文的科举制 占统治地位之后 中国人的血性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遭到历代 靠阎武修文 取得特权的 科举制文人阶层的 极大侵蚀 中国基础科学发展之路 也被堵死了 明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 内斗专业户 利用权力 把上层建筑 变成了一地鸡毛 彻底摧毁了 汉民族的组织能力 使游牧民族的满清 得以入主中原 使仅有几十万人的满族人 实现了 对上亿汉族人的 民族压迫 满清统治者 心中很明白 汉人人口百倍于己 文明程度远高于己 历来瞧不起自己 仅仅因为组织能力 被自己言武修文的文人毁灭 遭到野蛮屠杀 而不得不勉强屈服于自己 人口力量对比如此悬殊 不稳定因素 如此强烈 这是满清统治者 一直具有空前的危机感 日夜战战兢兢 始终把防范汉人 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要维持这种民族压迫 就需要把对汉民族的统治变成游牧民族最擅长的放牧 把汉人变成只会听从吆喝的牲畜 就需要不仅消灭汉人的一切血性 而且使汉人像牲畜一样 不会思想 就需要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 闭关自首 严厉海禁 严防一切外来思想 就需要严禁能使汉人聚集起来 导致难以控制的工矿企业的发展 严谨一切可能导致汉人摆脱生出地位的社会变革的新鲜事物 就需要使中国的军事技术永远停留在骑射水平 确保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永远对汉民族享有军事优势 可以轻松碾压一切反抗 所有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浪潮的时期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 中国被剥夺了当年那个烧纵即是 从农耕文明主动的不受外来干预的 转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机遇 英国首相苏纳克说 中国是一个价值观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 其实不光是价值观截然不同 整个文明性质都截然不同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 是草食动物文明 靠向自然索取 而不是杀戮 劫掠生存 而西方文明 尤其是安格鲁 萨克逊文明 是游猎文明 加海盗文明 是肉食动物文明 靠用杀戮掠夺 向人类同类索取生存 其所到之处 充满杀戮 抢劫 暴力 占领美洲灭绝原住民 掠夺非洲原住民 当奴隶 征服 抢劫亚洲 西方的工业文明 极大的发展了生产力 但这生产力 首先被用来 加强暴力 成为肉食动物文明的 利爪尖崖牙 杀戮利器 从而形成往复循环 越利爪尖牙 越能杀戮抢劫 越能养肥自己 越能养肥自己 越利爪尖牙 能再扩大杀戮抢劫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 一书中说得很明白 西方赢得世界 不是通过其思想 价值或宗教的优越 而是通过它运用 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西方扩张的 直接根源是基础 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 民族的航海工具 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 军事能力 西方的兴起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使用武力 依赖于下述事实 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 军事力量对比 稳定的倾向于 有利于前者 西方人在1500至1750年期间 成功的创造出 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 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 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 西方军队的组织 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 而获得的武器 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 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 工业化的西方列强 征服了全球所有古老的农耕文明 中国也不例外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 停留在古老农耕文明的中国 毫无招架之功 这个千年世界地义 曾经无比荣耀 自尊自傲的民族 如今受尽屈辱 被暗倒在地上 反复摩擦 一次又一次挨打 一次又一次被宰 一次又一次 被列强骑在头上 拉屎撒尿 割地 赔款 屈辱 北京紫金城边 外国军队耀武扬威 南京扬子江上 外国军舰 横冲直撞 中国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 都必须在洋人的炮口之下 战战兢兢过日子 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敢不老实 立即大炮伺候 西方列强 对中国想打就打 毫不犹豫 充满鄙夷不屑 就像肉食动物 对草食动物 想杀就杀 毫不犹豫 充满鄙夷不屑一样 严酷的现实 打断了中国人 尤其是指挥 阎武修文的 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柱 在他们看来 中国挨打 是因为中国一直停留在农耕文明 而农耕文明落后原始 是列等的草食动物文明 在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 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圣者为王的 肉食动物文明面前 中国的 其所不欲 勿施于人 等草食动物文明 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那样的 一文不值 只配被淘汰 西方列强能创造出工业文明 是因为工业文明 是西方优等的 肉食动物文明的专利 农耕文明 是只会从土里刨石的 土的吊渣的 土老帽 玩不了工业 在丛林法则面前 草食动物只有被肉食动物吃掉的份 在肉食动物文明的西方列强面前 草食动物文明的中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这些人得了肉食动物恐惧症 像草食动物本能的恐惧肉食动物一样 本能的恐惧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 只敢对草食动物的同类窝里斗 绝不敢冒犯肉食动物 一提到洋人就不由自主 双膝发软 浑身打颤 顶礼摩拜 怕到了骨头缝里 结论就是月亮也是外国的源 亮中华之物力 劫与国之欢心 老铁们 物极必反 正是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逼得中华文明 迸发出蕴藏五千年的全部潜能 诞生出中华新文明 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涌现出一批拥抱中华新文明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思想是对传统中华文明的基因改造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批判的继承 推陈出新 这中华民族的崭新文明 不但包括了传统中华文明里 源于农耕文明的最积极最本质的东西 比如 劳动向自然索取生存 而不是靠杀戮 抢劫人类同类生存 不怕艰险 吃苦耐劳 敢于向自然抗争 善于摸索 巧用规律 布局一格 认同大一统 尊重劳动 尊重生命 宽厚包容 何而不同 没有侵略性的 而赋予了新的灵魂 比如把尊重生命升华为为人民服务 破除了中华文明中的消极成分 如本能恐惧 自卑和迷信 指出 只要敢于抗争组织起来团结一致 就可以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指出了中国完全能够把传统的农耕社会改造成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结论就是中国不会亡 而且能靠自己强大起来 教员曾经说过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邻的能力 中华新文明不仅指出了克服传统能更文明最致命的短板 如封建散漫 阴寻守旧 随遇而安 一盘散沙等的方向 而且解决了实现办法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华新文明不可能自然而然无条件的存在 而只能有条件的存在 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组织保证 传统中华文明的短板马上就会死灰复燃 中华新文明马上就会停止发挥作用 毛泽东思想 这中华新文明直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硬是挽回了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次又一次 关键性战略决策事务 造成的本来无法挽回的灭亡命运 使中国笔直的沿着起此回声 脱胎换骨 从零开始翻越门槛 奠定基础 大展宏图的最短最直接的历史性战略路线 重新崛起 从历史大视野看 用最快的速度 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果 实现这一目标本身就证明 只要中国人按中华新文明的指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组织起来 团结起来 敢于抗争 就能破除肉食动物恐惧症 就不再是弱肉 就能摆脱被肉食动物肆意猎杀 吞噬的宿命 就能克服传统小农经济 导致的散漫短视和一盘散沙的喜庆 就能翻越从农耕文明 进入工业文明的这道最难过的坎 当翻过了工业文明这道坎之后 中国人有五千年向自然索取的实践经验 既敢于斗争 坚忍顽强 又机智灵活 善用规律的古老而又年轻的优势 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出来 其威力之大 令全世界都瞠目结舌 如今还有人敢宣称列等农耕文明出身的中国人 都是只会土里刨石的土老猫吗 根本玩不赚工业文明吗 还有人敢说世界上有什么高科技 是只有西方人能搞 而中国人搞不出来的吗 还有敢否认中国人掌握所有那些尚未掌握的高科技 只是时间问题的吗 更令一些人绝望的是他们本来期货可掘的高科技 一旦被中国人掌握很快就能以碾压般的优势大规模生产 实现物美价廉把钻石价变成白菜价 大规模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 原来是西方列强征服世界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如共产党宣言所说 他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 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而如今掉了个个 成了中国他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他用来摧毁一切妖魔化封锁 征服西方人最顽强的反华心理的重炮 老铁们真是风水轮流转 轮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成为摧毁西方列强 排斥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反华心理的重炮了 轮到西方列强忙着用跟中国脱钩 搞他们特色的闭关锁国了 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中国制造这么厉害 怎么能这么物美价廉 实在找不到答案 就只好用奴工自欺欺人 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看 非常的简单 所谓制造无非是向自然索取 而中国向自然索取 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早就练就了既吃苦耐劳 又心灵手巧的本领 这套本领用于农耕史 中国农耕世界第一 如今用于工业制造 照样世界第一 中国能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东山再起 发展到如今 能在一切领域发挥 向自然索取的本领 令世界震撼 归根到底 是要靠毛泽东思想 再造的中华新文明 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西方列强主宰世界已经几百年了 精英舆论已经习惯了西方列强 肉食动物文明的价值观 如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之类 习惯从肉食动物文明的思维看问题 谁强大谁危险 中国强大必然要去强食一切弱肉 于是就有了中国威胁世界 中国有侵略性 中国扩张之类的污蔑 对于铁了心 与中国为敌的人来说 不管怎么反驳都没有用 你不可能唤醒装睡的人 但对于数量相当庞大的 与中国没有不可调和矛盾的 仅仅因为受弱肉强食之类价值观的影响 而恐惧中国的 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而言 光简单的否定这些污蔑 没有太大效果 仅仅用列举事实反驳 分量仍然不够 人家可以觉得事实再多 也只能说明中国过去没有侵略 不能保证中国将来不会侵略 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食 也不会侵略 要消除这些人的疑虑 就需要从文明的冲突角度分析 让他们知道 中华文明与西方列强文明 是截然不同的文明 西方列强的文明 是弱肉强食的文明 本质是肉食动物文明 是用死亡维系生命 用暴力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 维系另一部分人的生命 而中华文明 源于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的本质是草食动物文明 传统的农耕文明是 用劳动繁衍植物的生命 维持人类的生命 中华新文明 是用劳动繁衍人类食物链的 动植物生命 维持人类的生命 两者本质一样 不靠杀戮掠夺生存 而是用生命维系生命 大象再强壮也不会去吃羊 草食动物再强壮也不会去吃其他动物 中国再强大也不会去侵略别人 中国自古就是向自然索取生存 用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世界第一 如今制造能力举世无双 别人能制造的中国都能造 需要什么完全可以自己造 或者用自己的产品与别人交换 既安全又核算 完全没有理由 为没准的东西冒险玩命去抢 如果光用中国没有侵略别人的 已经发生的例子说明 中国没有侵略性 那效果往往是 感觉到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但如果把这些例子上升到文明的冲突理论的高度 用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 本质是草食动文明 不靠杀戮抢劫为生 不可能有侵略性的理论予以证明 那就能做到毛主席说的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才更深刻的感觉它 中华新文明的性质 决定中国不会有侵略性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不管中国如何强盛 但中华新文明的确 正在促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多年来 主宰世界的一直是西方 肉食动文明 已经形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 食物链体制 这个体制确保了 位居食物链顶层的 美欧日等肉食动物 对第三世界等草食动物的 肆意压榨吸血宰割 中国重新崛起本身 就给一切被压在 食物链底层的草食动物 树立了榜样 带来了希望 破除了他们对 肉食动物文明的 本能恐惧和迷信 这就动摇了西方列强 建立在肉食动物文明 基础上的食物链 导致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美西方政客会大喊大叫 中国威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老铁们 从以下几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可以感受到中华新文明的厉害 1.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历史性和解 这不是简单的两个国家的和解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 几亿交中 千年恩怨 能转瞬间 杜尽杰伯 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可以肯定 不管是哪个教派 哪个国家 都早就想和解了 谁都不少都知道 为了千年前的古人 对教医的理解分歧 让今天的人斗得你死我活 并没有什么意义 况且斗了上千年了 谁都吃不掉谁 再这样斗下去 能有什么结果 打打杀杀何时了 仇恨知多少 明知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还要没完没了 死斗下去 任凭自己受害 别人耻笑 那才是真的少 但是想和解是一回事 真做起来 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千年恩怨 盘根错减 减不断 理还乱 是是非非 早就说不清了 真要化干戈为玉博 不知道有多少厉害得失 后顾之忧 怕吃亏 怕丢脸 怕对方没诚意 怕对方借机给自己下套 怕被己方的强硬派指责为 丧失原则 屈膝投降 怕对方变卦 怕双方下边 都有人不服气 搞小动作 挑起新的冲突 这些顾虑不是双方有愿望就能打消的 否则哪至于拖了上千年 还没完没了 人在江湖 深不由己 要解决问题 必须有一个第三方 直接参与其中 调停并担保 这个第三方 必须公正公平 不会别有用心 必须能让双方都完全信得过 必须非常强大 足以镇得住场子 而不至于被怀疑 是被收卖指使的托儿 同时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能让双方从上到下都口服心服的 只有如今的中国 草食动文明的中国从不侵略 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从无宗教迫害 宗教战争 从不插手伊斯兰教派之间的事务 跟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既无历史恩怨 又无现实根本利益冲突 而且一直坚持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 发展共赢 连可兰经对中国的评价 都是正面的 如今中国已经足够强盛 西方列强能给的 中国都能给 西方列强不能给的 中国也能给 跟中国合作有意无害 中国的调停担保 给了各方体面的结束历史恩怨 实现光荣的和平 没有后患 大家都是胜利者的天赐良机 从上到下都口服心服 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宣言里 特别点名 感谢中国 可以理解为 除了感谢之外 还有敲山震虎的意思 咱们这次的和解 是当真的 是有强大可靠的保证的 不容质疑 也不容破坏 谁敢反悔 乍刺搞小动作 谁就肯定没好果子吃 这些其他任何大果都做不到 它们都处于肉食动物文明 食物链的顶端 需要靠弱者的血肉为生 在中东都有自己的野心和私利 都拉过偏价 都跟伊斯兰国家有历史恩怨 都需要让伊斯兰世界四分五练 自相残杀 使自己从中得利 这样的国家 不可能愿意伊斯兰世界和解和平 不可能真心出面调停 即使出面调停 也不可能得到双方 从上到下的一致信任 说了话也没用 沙特和伊朗和解 不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且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伊斯兰两大教派对立千年 如今一夜之间兵事前嫌 整个中东地区一下子泄掉了一个千年的大暴风 跳出了欲望相争 欲翁得利的死局 从此不必自相残杀 不必挖肉捕窗买军火 不必求军火大国当保护伞 不必让石油与美元挂钩 这样一来 还有美国和美元什么事呢 另一方面 不管是建设必须 还是军事必须 都能从中国买到 还不附加无理条件 这样一来 中国和人民币没法不成香饱饱 这一切使无数人亲身体会到 中华新文明的魅力 草食动文明的本质 求大同 存小义 何为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 靠劳动向自然索取 而不靠相互杀戮 抢劫生存 这就直接挑战了 肉食动文明对世界的几百年的统治 老铁们 这是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把这场不知挽救了多少生命的调节机遇 给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不负众望 当机立断 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做成了这场普惠众生的大善事 西方国家青睐的领导人 动不动就得个诺贝尔和平奖 而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 做了这么大的好事 西方舆论却只字不提 仿佛没他们什么事一般 就连中国的公知们也只是泛泛的说 中国调停 绝口不提中国领导人的贡献 二 美国房村大乱 昏招不断 几百年来 西方列强的肉食动物文明 一直对草食动物文明 占有绝对优势 西方列强只学会了 在绝对优势的条件之下 与草食动物文明打交道 一旦这个优势不再绝对 甚至开始逆转了 他们就慌了 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 面对新形式的草食动物文明 对肉食动物文明 统治地位的逆袭 他们几百年第一次 有了不知所措的感受 只有顺风顺水经历的 碰上了历金沧桑 浴火重生的 只有三百年历史 政治经验的 碰上了五千年历史 深厚谋略的 手忙脚乱 昏招不断 不是很自然吗 小的不算 令人掉眼镜的 就有 一把中俄同时逼上梁山 中国国内一向有强大的亲美势力 1949年美国白皮书就宣称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 终于会再显身手 这些自称为公知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大显身手 不但有中美国之类的言论 而且有向美国示弱的焦点 但是美国一点也不赏脸 在肉食动物眼里 草食动物永远只配做自己口中食 再公顺卑微也绝不客气 说翻脸就翻脸 不由分说 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 贸易战 金融战 高科技封锁 制裁 全面脱钩 明确宣布介入台湾 国会接二连三 无意义通过 针对中国的法案 煽动筹划舆论 到处围堵中国 这下树欲净而风不止 中国硬是被逼上了梁山 不得不奋起自卫 中国公知 再想跟美国热乎 也没有了市场 臭了大街 不起作用了 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吧 老铁们 从彼得大帝时代起 就一心融入欧洲 为了这欧洲情节 甚至不惜自费武功 让苏联解体 我为你琴旁装台 农师粉袋 讨你笑颜开 为你赔折家财 抛鲤骨肉 卖掉祖宗牌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几次申请加入北约 然而俄罗斯的一往轻身 换到的却是美西方的毫无留情 北约不但拒绝接纳俄罗斯 而且还违背承诺 一扩再扩 一直扩到了俄罗斯的卧榻之侧 摆明了就是要彻底直解俄罗斯 俄罗斯终于任乌克人 奋起反击 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 美西方立即对俄罗斯实行 最严厉的彻底的全面制裁 把俄罗斯变成了不可接触的国际建民 这下俄罗斯终于跟中国一样 被逼上两山 三角形两边之河大于第三边 新中国美俄的三国演义同样如此 过去三国之中中国最弱 但谁与中国为敌 谁保诊倒霉 美国与中国为敌 结果破了开国两百多年 战无不胜的记录 输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苏联不信邪 也跟我国交恶 最后结果怎么样 但美国似乎既吃不计打 对中俄一顿王八权 同时把中俄逼上梁山 逼到了一起 结果反而帮了中俄 解决了战略互信的最大障碍 美国的昏招 使中俄两国从历史上恩恩怨怨 到彻底战略互信 这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 自断经脉 比如 第一 自毁美元霸权 自砍 独家摇钱术 把美元武器化 冻结没收客户存款 摧毁了自己的金融心语 让客户 人人自危 纷纷逃跑 无限制 发行美元 制造金融风暴 全球割旧菜 摧毁了一大批人 对美元的信心 纷纷开始效仿俄罗斯去美元化 美元霸权是美国的摇钱术 没有这颗摇钱术 军事霸权就难以为继 经济命脉断了 随之而去的 必是美国的世界霸权 为了眼前一时的制裁俄罗斯痛快 不顾一切摧毁美元的信用 断送美元霸权 砍掉独有的摇钱术 自断经济命脉 典型的固头不固定 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还使瑞士银行百年信誉 毁于一旦 之后的出尔凡尔 更让人感到 如同跳梁小丑一般 一笑大方 这也算是一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 自断政治根基 美国民主政治 政党轮替 得以运转的前提之一就是 各方都心招不悬的 遵守一个潜规则 不抓前任 否则谁还敢下台 逮捕前总统特朗普 则打破了这个潜规则 这又是一个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这意味着美国内部 已经高度分裂 激烈对抗 下一届政府 要干死上一届政府 为当权 不顾一切 什么合作默契 潜规则 都顾不上了 各种矛盾尖锐到了疯狂失控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肯下台 做实事不重要 拼了命相互攻击 自我标榜 表演拉选票 当权才最重要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美国的政治根基 民主政治 政党轮替 还能持续多久 三 自破神话 美国的普世价值神话 由别人来揭穿挺费劲 自己的神助攻 却一戳一个准 比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 这个神话 被没收俄罗斯富豪财产戳破了 言论自由的神话 被禁止TikTok戳破了 商业契约精神的神话 被公然宣布远程所死 白俄罗斯总统的播音专机戳破了 做了还不算 还要公开宣布出来 自己丢了脸不算 还提醒了别人 都别上当 真的昏出了水平 四 自乱真脚 利用俄乌战争 制造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 坑狠了欧洲盟友 自己却大转 用瑞士银行的更大危机 成功转移本国银行危机 自乱真脚 全然不顾 是同一战线的盟友 典型的肉食动物文明 非我族类 皆为猎物 恶极了对同类也照吃不误 五 自费杀手键 核武器只有躺在发射架上时 才最有威慑力 达摩克里斯之剑 只有悬在头顶时 才最吓人 美国把自己的王炸 一下子都亮出来了 制裁俄罗斯 对中国的实际效果就是 第一 丢掉幻想 第二 有了未雨绸缪的时间 第三 借机摸了底 发现这晚上 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也不那么灵 只要熬过了头三万斧 之后就有机会 峰回路转 第四 发现了新机会 趁俄罗斯的东风 推广去美元化 就有可能削弱美元霸权 甚至废掉这张王牌 美国已经有政要公开承认 如果大家都不使用美元了 就没有办法再制裁别人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滥用制裁王炸 结果反而自费杀手锏 六 自我拆台 面对金融危机 灭顶之灾 一面拼命求中国 一面加紧反华 求人还揍人 唯恐别人不拒绝 老铁们 越来越多的国家 看透了 在西方列强 肉食动物文明体系里 自己只能处于 弱肉强食的 国际关系食物链 低端 任人在割 在中华新文明 这新型的 草食动物文明的体系中 自己可以按 向自然索取 靠劳动 把自然资源 转化为生存必须的 原则生存 不必靠杀戮 不必靠杀戮抢劫 破坏生存 可以按 求同存异 何为贵的原则 共建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发展 共赢 不必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过去西方列强 肉食动物文明 压倒一切 自己惹不起 不得不 忍气吞声 如今中国强势归来 可以背靠大树好成粮 农耕文明时代 传统中华文明 同化了一个又一个 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 如今中华新文明 正在同化全世界 草食动物文明 正在逆袭 取代统治世界几百年的 西方列强 肉食动物文明 这是最大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上知道中华新文明 这新型草食动物文明 本质的人越多 这一大变局 来的就越快